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古壇思見》 在我身邊有蕭穎青先生和司機金經紀經理李浩德 錄影時間是星期四 兩位,今天香港發生了一件比較多人關注的事 一份受歡迎的報紙,蘋果日報正式停刊 施生,你怎樣看?很多人認為停刊,對香港新聞自由或經濟狀況,構成遊戲規則的改變 你會否有實質影響? 先說蘋果日報的經營上,不能夠持續 其實,照我所知,蘋果出現虧損,已經不是今天出現 蘋果日報是一間上市公司 《壹傳媒》下跌 如果出現虧損,資金不足 正常情況,應該是公司發行新股,向股東摘資 但在蘋果日報的經營上市公司發行新股,沒有向股東摘資 可能黎智英知道,股東摘資,股東支持的機會很少 實際上,改變了由黎智英貸款給《壹傳媒》去經營 這已經不是商業行為 如果做生意,你有錢賺 或者你現在沒有錢賺,將來估計到有錢賺 所以,才是財資去經營 已經發覺,沒有錢賺 而且將來,都看不到有錢賺 如果是商業社會的報紙,就應該一早就中正診 但是,因為黎智英有其他非商業的目標 才會做出非商業行為 自己銀錢,去貼給蘋果及其他股東 繼續經營這張報紙 所以這張報紙,純粹在商業上 早兩年,已經沒有條件經營 從商業角度去看 至於傳媒的生態環境 有沒有新聞自由 香港,我覺得新聞界對新聞自由的認識 是相對合責的 新聞自由,只是在和平時期 在同一種憲政的基礎上 才可以互相監測 某種程度,限制當權者的權力 限制當權者有一個標準 限制以憲政的標準 視乎在憲政下產生的政府 有沒有按照憲政運作 這是新聞界要起的作用 但是,世界並不是整天和平 世界有時會出現敵對 例如,這段時間 美國要制約中國 中國想和美國不要鬧,都不能選擇 因為別人仲利,認為你是威脅他 當兩種敵對系統,出現磨擦 競爭和對辣時 大家會利用這些媒體 作為壓制對方 說好自己,唱衰對方 一種重要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戰,有德國的宣傳系統 希特拉、倭培爾 倭培爾說謊,多說幾次是真的 說謊,難道是說給老婆聽嗎? 當然是說給人民、對手聽 要透過媒體宣傳 你便會針對對方 對方亦會針對兩軍對壘的情況下 可能你炸,就先炸他的電台 未必炸他總司令部 那段時間,就沒有新聞紙流油 即使在美國,在同一個憲政下 最近,特朗普在Twitter的戶口 都被人刪除了 好像Facebook那些都沒有 為何連總統說話,都不能說話 新的上台,認為他們對美國憲政的認識 特朗普之前的功能是破壞 如果是破壞的,便會收口 大陸認為蘋果在破壞他想做的事 並不是有好下提供意見 而是想他倒台 你想我死,難道會對你好嗎? 所以,到某一個程度 一個政治體制,尤其是剛成立的初期 他是很敏感 很擔心,有人會動搖他 亦都會想盡辦法,去制約敵對媒體 新加坡成立初期,李光耀對本地媒體,而對美國的外國媒體 他都一樣,發覺不對勁 這段新聞,不允許出 好像遠東經濟評論,都被他停刊過 李光耀,擺明居馬,總之覺得這樣影響新加坡的存在 有破壞力,便會制停他 那些是極權國家,或中央責權國家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蘇聯陣營,方興未捱 美國亦有一個非美活動委員會 麥卡錫參議員,帶領一下 對於所有言論上、意識形態上 威脅美國資本主義制度 都加以抵制、壓抑 差利卓別令,鞋星亦被打壓 亞瑟米勒亦被打壓 差利最後,不算逃亡 都要搬去瑞士,離開荷里活 荷里活,不敢讓他做事 有些甚至害怕自殺 所以,在敵對關係、惡劣的情況下 沒有新聞自由 如果你是ISIS組織 即是伊斯蘭國的組織 如果你想在美國,反映伊斯蘭國的理念 那些內容 你想成立一家報紙 成立一個電台 他都不讓你生存 你去Facebook 去YouTube 看看有沒有伊斯蘭國的一手材料 全部都是三、二、二手材料 人們報道,有 他自己把宣言、理論、宣言、宣言 出現一件事件 他們也有報道 所以,美國也不讓傳媒直接引起原文 抽樣或是可以,但全篇拿出來是沒有的 所以,沒有什麼叫做絕對的新聞自由 即是香港的傳媒,在現在中美磨擦下 更加要知道香港的傳媒,在什麼生態環境下 有哪些事做到,有哪些事做不到 蘋果就是以為,環衝直撞一輪,就可以將空間撐大 實際上,環衝直撞一輪,就踏出了很多紅線 損害了很多人,對香港的前程原有的估計 回歸之後,鄧小平對香港最初的預期,有他一套 千方百計,令到他那套不成功 他被迫要重新檢討,定過新一套 我之前一直都在這裡說,最初中共定出來,給香港的自由空間 是最好的版本 因為80年代中,中國對香港的依賴,是相對高的 但借用了這些空間,是企圖結束一黨專政動搖 共產黨在香港的地位,甚至有些民族性的 要香港人,不做中國人,要香港脫離中國 這些空間,都是原先鄧小平收回香港 想香港發展的方向 是雙違背的地方 你迫到他走到這個位置 他就只有收回 所以,香港曾經有過世上少有的自由 或新聞自由 很多政治自由,比世界很多地方都多 但是,我們沒有了解我們的處境 沒有知道哪些地方不應該過 結果你過了 我當時,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女兒經常去夜街 她都要裝乖,才行 你讓媽媽覺得,她工作有分寸 不會行差達錯 就讓你多去夜街 發覺你不對勞 媽媽想你不要做的事 你每個人都說蠢蠢欲試 媽媽不讓你去夜街 當然,這個舉得太簡單的 但實際上,原本設計了一套 他們說是鳥籠的自由 飛不出的鳥籠 都好過將你綁在一條棍子上 所以,你要衡量 哪些可以做,哪些可以不做 蘋果做了有些事情 某種程度,是連累其他新聞媒體的活動空間 詩先生,你曾提及過香港的環境 在特定時空,出現香港的特定生態 你會否認為,這個生態開始會變成不再存在 剛才提及新加坡 我們越來越像新加坡,可能是經濟為主 其他事情,就要少說 會否越來越像新加坡呢 新加坡以前覺得,東建華對政治不太熟悉 太幼稚,做了一些太理想化的事情 他一向認為,新的政治體系的成立 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之外 教育、傳媒,甚至NGO各方面,都要持續 大陸,當然不承認自己的失策 但實際上,之前那套不屈 才反過來,走現在那套 香港人都有一定的贊 香港人覺得,大陸說要23條 我死都不讓你定23條 或者大陸要搞國民教育 我就跟你死撐 結果,是不是撐贏了 等於反修例,反送中 為了某一些可能性 而未出現的事情 都趁機去挑戰立法系統 或者引導全民對抗 最後是否成功 最後是沒有成功 最後的結果是甚麼呢 現在有些政黨 原本很積極的堅持 要為民請命 現在遇到一定的危險 逃亡 他們說,宣布以後,不止吳餐政 還說示威遊行,甚麼都不做 我之前說過,如果你們真的革命 你真的對革命有熱誠 會堅持下去 以及看到革命的路線、策略 是相對可行的 別人才跟隨你 你都靠做夢 一出去撞到板 就爬美拉箱離開,香港人如何跟隨你 所以,之前香港人有些想逃亡 甚至現在正在逃亡 現在仍然有人對抗政府 覺得要不信任,抵制他 甚至連打疫苗都最好 不要打 這些下班,真是懶惰 找自己來,真是想吃披雙肚老虎嗎 所以,我自己覺得 香港經過這一役 進入一個新的環境 之前我都說過,二次回歸 第一次回歸,不成功 現在唯有走第二次 第二次是,條件沒有第一次那麼好 現實 現實是,我之前的,誰是主導香港未來的 主導香港未來的,北京不是華盛頓 華盛頓有很多東西說 但他只能說 北京是有香港的主權、控制權 他定了一個事,香港就要做 在北京的現實下 香港人可以做多少事 在這個現實下的選擇 你不能夠不當這個現實下 我仍然要堅持 我和你死過,我是不相信你 你死過又如何 死死死死死不過,便走到別處 大部份香港人 要留在這裏 大部份留在香港的人 都要面對一個現實 香港是屬於中國的 中國對香港有主權 中國現在的質政黨,是共產黨 你不要說香港一個城市 你沒有能力結出中共的專政 不專政也好 美國聯同發達其他國家 聯同他的盟友 想制約中共,現在還未成功 你還在中共的控制下 選擇與中共對著幹 是否一條,真的走到出路呢 或者這條出路,是否在35年內出現 還是在你有生之年,都不會出現呢 你都要面對現實 我見有些KOL,笑香港人 識時務者為俊傑 就說我們沒有原則 原則,都要看看 在客觀環境內,是否可以堅持 不是說口說堅持,堅持一兩輪 環境一旁,就說走路就多了 你不是留在這裏,跟我共患難 你任由我去面對,叫我自己去死 你便離開了 施生,有些網上資料都說 施生曾經說過 你年輕時,都對革命的熱誠 會否剛才提及的內容,似乎是在現實的角度分析 現在香港的情況,我們要考慮多一點 不,如果真的有革命的部署才行 不是革命,便會衝上去死 革命,不會是一開始寫革命兩個字 很多革命都要做地下工作,要隱蔽,要找機會 我之前提及,中共算是做得溫和 我之前曾經說過,土耳其的埃爾多安 之前曾經說,人們在搞政變 其實應該是,他在搞政變的機會比較多 他曾經拘捕法官、教師、記者 數以萬人去捉,為了鞏固政權 美國人都在吵鬧了一段時間 但吵鬧完後,都沒有制裁 但他仍無法影響 連土耳其,都沒有影響 當時,請美國來主持公道,制約北京 北京更加不會因為制約我,我就就範 在香港,要視乎哪些力量,是主導的香港 在一個大環境下,選擇自己的空間 香港人以前習慣了,有比較大的空間 其實在世界上,你不是住在香港 不是那麼多地方,有那麼多空間 你在中東,可能一出身,就要不斷地走難 香港其實是很好 現在香港,還有相對大的安全性 人生的保障,各方面的選擇 美國有一個朋友,說他現在住在美國 他都恐懼 以前他晚上下班,吃完飯 八點多鐘,都出去散步 繞圈,一出街,都盡量避免 所以,不是每個地方,像香港之前 可以不參與政治,不理會都沒有問題 這是在九七前 因為中共願意配合港英在香港的管治 才會出現 現在中共接收了,西方不肯配合中共在香港的管治 出現磨擦鬥爭的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新聞空間各方面 當然受到限制 因為是半戰時狀態 最後,有一個現實的角度分析香港 現實問題問浩德 如果真的有一傳媒 220股票的投資者 其實他有甚麼可以組織? 現在,如果一般的小投資者 面對公司停牌 在香港來說,可以組織的事情不多 加上,他本身經營上股 無論是他的收入 之前都沒有錢賺的 那有甚麼前景 他的收入和資產,其實現在都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所以,我相信 如果還持有相關股的小投資者 應該就不要太寄意厚望,可以有特別的發展 因為一間公司 你是有錢賺才有前景 現在你沒有錢賺,資源中軒 黎智英有很多債 那些是你將來賺了,都要還給他 無論是投資或處事,我們都要考慮客觀環境的情況 今集時間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對C基金有興趣,不妨去到網頁 或者我們的頻道,多看我們的資訊 我們下星期再見